是女生都喜歡收花的 開心吧 基本上就好似乎你在哪裡送給她 送花是好像被寵愛那樣 整件事很甜蜜的 如果她送花給我 就是當我是女生那麼疼 你一個人是放到的時候 你不會想收花 那她只是送給你而已 我不是給其他人看的 其實通常都是在街上送 讓她拿著威嚇 男朋友送花給我 好開心啊 你有沒有… 沒有啊 傻子 我不明白東西這麼小這麼貴 其實我買下買下 已經可以儲到首期了 我說覺得不貴 你都會說騙你了 浪費錢 炫耀 香藝 如果純粹說美觀的話 我覺得 都真的漂亮 我知道 一定會被人說港女的 其實我也可以自己買 但如果是喜歡的人送的話 就會開心多一點點 你又買了一條鏈 踏入第一步開始 其實你就走進一個無底洞裡 每逢過節 什麼聖誕 新年 兒童節 清明 在這裡買一兩顆 但我發現原來真的很耐大 我送一條不是Pandora 但也很漂亮 你要不要嗎 你不要嘛 你也不要 老江湖 我以為你真的是中毒 又不是龍裝 比較帥氣 性格 比較重 你只是想我這樣想而已 你個人喜好而已 男生始終都是喜歡… 粉紅唇的 你不是不喜歡嗎 男朋友的IG 經常喜歡歐美 火辣辣那些 那他經常比心心 有什麼辦法 我個人覺得我女朋友 比較淡妝的 比較漂亮 不是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才塗吧 你想想你整個蛋糕 在手指上 你收到鼻子上 怎麼撈鼻子 因為我貪美 貪美是女人的天性 其實GEL GAR是一個 什麼質地呢 就是放一個假的指甲 在你的真的指甲上 覺得整形之後 個人很開心 開心了很多 我不明白 為什麼人們可以 浪費幾個水去塗指甲油 因為我買服務 OK 我收你300元 我送一杯咖啡給你 我給你油 我也會油模型的 那我做酒指甲 只是想哄自己開心而已 我其實覺得OK 又不用我付出金錢 又可以賺一下它 我不是說扮什麼暖男 女生扮完美 會多了一份自信 那我也明白 人人都貪美的 好嗎